因为被囚犯抓到了把柄 眼前的狱警惨遭对方威胁 可就在他看着这名卡拉米要舞扬威的提要求时 小黑顿时灵机一动想到一个主意 下一秒 再把对方痛点一顿后 他立马丢掉警棍 紧接着一头狠狠的照相枪 但他知道作戏要做拳套 于是二话不说便钻到囚犯身下 当其他狱警感到时 看到眼前的一幕器的废管子都炸了 直接抡起又黑又长的警棍又是一顿胖走 黑人卡拉米被打了个半身不遂 然而这件事却并没有就此结束 因为小黑的把柄还落在黑人帮的手里 并且掌管监狱的地下市长 还曾与帮派老大达成过协议 他们承诺狱方会在暗中照顾黑人帮的成员 作为回报 黑人帮的兄弟也会帮狱方摆平一些棘手的麻烦 可今天发生的是显然破坏了双方之间的友好合作 于是这个消息很快便传到了迈克的耳朵里 为了先发制人掌握主动权 迈克决定对监狱里的势力进行重新洗牌 他让狱警将黑人帮的成员分开关押 以削弱他们的实力 随后挑唆其他帮派敲打敲打这些不安分的黑人囚犯 如此一来里面就会形成新的老大 而黑人帮也会失去对场子的掌控权 然而黑人帮会老老实实吃下这个哑巴亏吗 当然不可能 只见迈克刚接起电话 老大的雷霆之怒便吼了过来 迈克的小暴脾气瞬间上头 于是他立马打开保险箱拿了几件衬手的武器 紧接着一脚油门踹到了黑人帮的地盘 老大起初还挺得意 但仔细一看 他却突然察觉到不对劲 老大顿时懵逼当场 可不等他开骂 迈克的手榴弹便丢了过来 随后他二话不说 直接一把手枪抵住了老大的脑袋 眼看迈克动了真格的 老大瞬间怂了下来 赶紧乖乖交出威胁预警的证据 已是黑人帮和警方和解的诚意 迈克见他还算上到 于是一个电话打去了监狱 一场警匪之间的危机就这样被他轻而易举地化解 然而此时的他绝对想不到 自己马上就会被这些黑帮角的再无名日 而故事的起因则从这个男孩开始 只见他刚闪着纯真的大眼睛回头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瞬间打破了这座城市的宁静 当警车和消防车赶到时 原本的房子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这时凯尔发现还有一个火种 于是赶紧通知了消防员过来灭火 可当火焰熄灭的那一刻 所有人心中的怒火被彻底点燃 原来这是一具被烧成焦炭的男孩的尸体 而这场恶意纵火案 立马便升级成了一桩性质恶劣的儿童谋杀案 怒火中烧的警长直接下达了死命令 警员们很快查到房子的主人名叫肯尼 是一个刚蹲完五年大牢的制毒犯 如今他刚刚醒满出狱 前妻和家里五岁的孩子就惨遭不幸 而更重要的是 这个男孩的爸爸并不是肯尼 于是大家断定 这件事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 然而大人之间的恩怨牵扯到孩子 这种令人发指的事就算舒可忍 婶婶也忍不了 就连素来不参与黑道交易的警员都开了口 要求迈克安排人在监狱里解决掉他 但想要办成这件事并不容易 因为他们不但需要和监狱里的两大帮派做交易 并且还要打点所有的知情人 而最重要的是 一旦他们开了这条与罪犯交易的口子 未来对方会始终捏着这件事要挟 但正义感爆棚的警员们已经舔了心 无论如何都要收拾这个残杀儿童的人渣 没办法 迈克只能找到白人帮和黑人帮的老大 请他们安排老里的兄弟动手 这么一个让地下市长和警局欠下大人情的机会 两个帮派自然不会错过 而这时警局的朋友们也没闲着 为了尽快抓到凶手 他们以雷霆手段闯入一个窝藏肯尼的毒窝 本以为过界老鼠肯定在这里没跑 可没想到在击毙了据典里的所有毒贩后 他们都没找到肯尼的身影 并且还因遭到毒贩的奋力反抗 一名警局的同事不幸重待身亡 但他们绝对想不到 自己大费周章都没抓到的人 当天晚上竟然主动出现在迈克的面前 他表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想请求迈克帮帮自己 然而话音刚落 不过迈克还是给了他一次解释的机会 原来那天晚上的爆炸纯属意外 只是他在出门前留下的烟头不慎掉落 随后引发的火灾才酿成了悲剧 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因为两大帮派正在虎视眈眈的抢迈克这份人情 一旦肯尼被关进监狱 不到五分钟就会立马吃喜 念在他并不是蓄意谋杀 迈克思考再三后给了他一个最好的建议 这样警局就会对他进行保护性拘留 在审判之前他都能安稳度日 然而肯尼刚踏进警局 对他恨得牙痒痒的警方便顿时急了眼 一看来人是杀害难痛的凶手 警员想都没想就将他押进了监狱 因为他们根本不想给这个人渣任何生存的机会 就连迈克都没想到最后会是这样的结果 而此时肯尼已经被送进了大牢 看到老大指派的目标人物出现 监狱里顿时掀起了一场暴力的狂欢 两大帮派的小弟纷纷抢着出手 都想帮老大拿下这份人情大力 而随着黑人帮的最后一记沙包流行锤 肯尼彻底升天见上帝 也就是从这天起 让迈克头疼的是接准而至 黑人帮的老大率先找到迈克 要他帮忙在里面行得方便 迈克担心的是终究还是发生了 他只能苦口婆心地劝老大见好就说 表示他们一定会给里面的兄弟一些奖励 但奖励的内容必须由他们来定 好在黑人帮的老大跟迈克有点交集 并没有太过为难便放走了他 然而另一边的白人帮老大就没这么好商量 只见迈克刚接起电话 对方便毫不客气地下达了命令 迈克的小暴脾气瞬间爆炸 直接一脚油门踩进了白人帮地盘 Where is he? Sox They're at the top of the list, Pete We are at the.